好,我们勾了三组完整的这个花样以后呢 我们这个在最后一针引拔这里数起 我一直往回数,数十五针 我这个数十五针在这里做个记号扣 这个是咱们那个脚背脚面上的这个流针的位置 流针的距离 好,那翻过来,这一扣子到这个引拔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脚底脚跟的位置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全部都支撑长针就可以了 好,片枝,引反枝,一针,两针,三针,七粒 一个长针 这样一个针目对一个针目的 全部都支撑长针,片枝 好,这个长针片枝,我们支了六行 我支了六行,我的脚啊 我脚三七三八的脚 你看着自己的那个尺寸呢,针数 看着自己的脚的大小来支 我们把它给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缝合 一个针目对一个针目去缝就行了 好,引拔过来 一针对一针去缝,去勾短针就可以了,就这样 好,缝完了以后 把线头啊,那鞋带都处理一下 翻过来就是这样 就是个鞋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开始勾边 可以在脚上套一下啊 好,最后进行勾边 好,我们勾边勾短针 然后是换了一种线 换了绿色的线 往回勾 然后从这个中方开始 随便挑一针 挑到中间就行了 好,再来一下 咳咳 我们这个长针的地方呢 我是勾一针 这个短针的部分呢 勾一针 长针的部分一针 连接的部分,也就是连接的部分是一针 都是一针一针的勾啊 好,在脚背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短针 我们就是一个针对一个短针 就往下勾就行了 好 我这个袜口勾了六行 我觉得勾六行穿的比较稳一点 穿的比较合适一点 好,侧面看就是这样的 假如你需要更暖和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中间这个镂空的部分呢 全部勾成长针也可以 好,穿上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还是挺合适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中间这个洞大了 你就全部勾成长针也可以 方法都是一样的 好,像个鞋子一样的 非常适用 越简单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明天视频见 爱你们摸摸大 拜拜